胡耀邦在咱们这算是很清廉的一个书记了 是吧 耀邦的女婿 你们知道是谁吧 那是中国人民解决局海军的政委 刘晓江你们知道吧 那是上将 他的儿子魁魁 清江 那都是干石油的在长城 那都是牵扯到周永康的案子的人 别人有事吗 全身而退吧 你们听过刘晓江有任何的问题吗 海军多少人 从公主坊那儿海军大院里楼上跳岸 多少将军 多少的这个高官 多少的管理者 刘晓江那是海军的政委 人有事吗 他的儿子的 有事吗 你们看见的这些中共的假丑恶 假变头 黑暗 自己 几个家族控制的整个的中国老百姓 通过这些白手套 只是换了 城头换了大旗 那么有些人就要倒霉 那么有些人有事吗 它不收到所谈的 我最后允许的 变得